作者 欲念无罪 演播 神隐 耐风的思远 后期 阿明 第三百二十集 被放弃 许久之后 三五的目光才转向了一直沉默的五五脸上 老五 你倒是说话呀 平常就是你的主意最多 怎么今天一个字都不说了 抬头看他一眼 五五的语气倒是淡定得多 我主意再多都没有 因为你们说的恐怕是事实 现在妖风大人已经舍弃了我们 转而倒向凤族人了 什么 这 又是一阵令人窒息的沉默之后 大巫突然双手一圈一画 摆出了一个奇怪的手势 不行 我还是亲自问一问邀风大人 一连串的咒语从他的口中缓缓流了出来 其余五人也各自摆出相同的手势 随声附和着 一片嗡嗡的咒语声中 面前的空中很快出现了一个黑色的漩涡 正在飞速地旋转着 又过了片刻 漩涡的正中缓缓缓浮现出了一张俊美无双的年轻男子的脸 唇角带着一丝妖媚的笑容 大人 大巫立刻停止咒语 虔诚地行了一礼 大人可知西之风印 已经被那些凤族人破除了 漩涡中的男子淡淡地点头 知道 只是如此而已 这么说 难道他真的默许了这件事情的发生 否则为何不加阻止 甚至此刻还如此平静 一阵从未有过的恐慌涌上六合巫师的心头 大巫更是跨上一步急身开口 可是大人为何不阻止他们 六合风印一破 凤族人的力量便会彻底恢复 到了那个时候 乌玛帝国的末日岂不就 漩涡中的男子静静地看他片刻 突然笑了笑 笑容妖艳而诡异 呵呵呵 那又怎样 这一次 有人彻底愣住 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究竟听到了些什么 那又怎么样 也就是说 他根本就不在乎乌玛帝国究竟会不会灭亡 大人您 您这是何意 许久之后 大巫才好不容易从喉咙里挤出了几个字 难道你也认为 乌玛帝国只有六百年的运势 只要实现一道 再做什么都是徒劳了 漩涡中的男子突然不笑了 只是那双眼睛依然透着妖媚的令人不可抵御的魅惑 时不时限于我无关 只不过当初你们答应过我什么 总不会已经忘了吧 此言一出 六人又是一愣 竟有些无言以对 漩涡中的男子显然也不曾指望他们能说出什么 早已一声冷笑 跟着嗖的消失 那个黑色的漩涡也瞬间无影无踪 一切都恢复了正常 不知不觉间 六人都垂下了双手 仿佛六根木头般呆呆地站在沙漠之中 哪里还有丝毫生气 果然 这一切都是妖放大人默许的 我甚至怀疑根本就是他命令西枝封印的守护者 将封印的解法告诉了蓝叶云 二物的声音突然响起 只不过十分空洞 透着一股死亡的气息 就像是从地狱边缘传来的 很显然 尤凤大人已经放弃了我们 放弃了整个乌玛帝国 乌玛帝国的末日真的就要到了 为什么为什么 三巫突然咬牙切齿地怒吼起来 当初明明说得好好的 为什么今天他却突然变卦了 二巫突然一声冷笑 为什么 原因他不是说了吗 当初我们答应过他什么 当然没有忘记 问题是 我们做到了吗 此言一出 其余五人再度沉默下去 脸上浮现出的 已经不是担忧和焦急 而是一股深沉的无奈和绝望 六百年 果然只有六百年吗 离开大沙漠之后的众人一路急迟 奔着北之风印马不停蹄地赶路 黄昏时分 他们已经离开洛雅镇很远了 原本依着蓝叶云和楚寒征的意思 是想连夜赶路 尽量争取时间的 可是不等天色完全暗下来 便听后面的荣豫朗惊呼一声 王爷王妃 你们快来看看默公子 默如玉出事了 众人立刻勒住缰绳 楚寒征更是身形一展 嗖的就窜到了他们的马车旁边 怎么了 默公子的情形不太妙 荣豫朗眉头紧皱 我刚才跟他说了几句话 可是他却没有任何反应 我回头一看才发现 他已经昏过去了 王妃 你快帮他看看 不等他说完 楚寒征已经跳上了马车 这才发现 默如玉双眼紧闭 气弱油丝 明明脸色惨白 双颊却又犯着病态的烟红 更要命的是 他左手的伤处 正源源不断地 往外涌着鲜红的血 早就已经将坐踏染红了一大片 天哪 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楚寒征吃了一惊 抬手轻轻拍了拍他的脸颊 莫公子 你 好烫 难怪 莫如玉会双颊泛红 这一下肌肤接触 他才发现 他的体温高得吓人 至少有四十度 来不及细想 他立刻高声吩咐 莫公子状况不妙 快找一家客栈落脚 幸好此时他们所处之处 是一座繁华的小镇 很快便找了一家客栈 荣誉郎背起莫如玉进了房间 小心地放在床上 楚寒征更是不及多说 立刻吩咐 苍莫 把药箱拿过来 献给莫公子止血降温 尽管已经陷入昏迷 莫如玉却仿佛仍能感觉到极大的痛苦 婴儿眉头紧皱 身体更是不停地抽搐着 口中还不时喃喃地说着胡话 不要离开我 不要离开我好不好 我已经等了你好多年 好多好多年 等得我心都要碎了 楚寒征手上动作一顿 接着一语不发地继续忙碌着 旁边几人彼此对视一眼 又悄悄地把目光转到了蓝叶云的脸上 各自担忧不已 蓝叶云却只是微明了唇 脸上的神情也十分平静 众人健壮虽然稍稍松了口气 却又更加担心这是暴风雨之前最后的宁静 好冷 好冷啊 莫如玉还在不停地喃喃着 身体更是缩成了一团 那么多年里 就我一个人 你知道我有多冷吗 好冷啊 抱抱我好不好 妈 我好热 热死了 好热 众节无语 你到底是冷还是热 楚寒征却知道 这是高烧之人最常见的状态 所以一边不停地给莫如玉降温 一边轻声安慰 好了好了 马上就好了 没事的 乖 或许是她的安抚起了作用 莫如玉浑身的颤抖竟然渐渐平复了下去 唇角更是露出了一丝满足的微笑 震儿 是你吗 是你在跟我说话吗 我听到你的声音了 你的声音真好听 跟我梦中听到的一模一样呢 不 比那个还要好听得多 楚寒征暗中叹了口气 轻轻拉过被子盖在了她的身上 微微皱了皱眉 蓝叶云上前两步开口 阿正 她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应该是断指引起的 楚寒征回答 折断手指之后 伤口没有及时进行有效的处理 所以发炎化浓 这才引起了高热 不过这一点倒不必担心 最麻烦的 是她的伤口 蓝叶云的眼眸微微一闪 伤口无法止血 是 楚寒征点了点头 不知是因为 她的体质特殊 还是有什么别的原因 她的伤口一直无法有效地止血 就算铁打的人 也经不起这样严重的失血 何况据她所说 血对于他们这个种族的人来说 尤其珍贵 她当然比一般人更加承受不住 蓝叶云转头 看了看依旧昏迷的莫如玉一眼 能不能让她尽快清醒过来 告诉我们有效止血的法子 再这样下去 我担心她性命不保 楚寒征摇了摇头 她现在烧得很厉害 短时间内 恐怕无法清醒 何况如果有能够止血的法子 她怎会不用 蓝叶云唇现一宁 那怎么办 楚寒征当然不知道怎么办 所以早已沉默下去 只顾盯着莫如玉苍白的脸发症 好一会之后 才深深地叹了口气 这都怪我 如果不是我逼她说出 第三种破除封印的法子 她就不会变成这个样子 我除了细枝封印 本来我就欠她一份恩情 如果她真的有个三长两短 我欠她的 可就更多了 蓝叶云摇了摇头 话不是这么说 细枝封印不是为你一个人破的 要说欠 是我们所有人都欠了她的 我会跟你一起还 不会让你一个人承担她 楚寒征苦笑了一声 我知道 不过 如果她真的有个什么好歹 就算全天下人一起 恐怕也无法还她一条命了 何况你也知道 如果不是因为我 恐怕她是不会说出 细枝封印的破除之法的 她就是偏偏把这份恩情 给了我一个人 我不要也得要 蓝叶云淡淡地笑笑 你我之前什么时候分过彼此 给了你 就是给了我 她如果真的捡不回这条命 大不了 我赔给她 乐说什么 楚寒征瞪了她一眼 都说了 你我不分彼此 如果你有什么 我还能活吗 刚刚说到这里 原本暂时安静下去的莫如玉 突然剧烈地颤抖了一下 不等众人反应过来 她已急促地喘息着开口 好难受 好难受啊 好冷啊 好痛 好热 我好难受啊 莫公子 楚寒征吃了一惊 立刻扑上去 一把扶住了她的双肩 莫公子不要乱动 你觉得怎么样 哪里不舒服 我好难受 不 好痛啊 莫如玉依然双眼紧闭 却挣扎得越来越厉害 如果不是楚寒征压着她 恐怕她早已开始 满床打滚了 放手 放开我 我好难受 好痛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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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您的收听